哈喽大家好啊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遗迹 旁边全部都是洞口 然后洞口里面也全部都是陷阱 说不定只要我们通过里面的陷阱 就会得到洞口里面的宝藏 既然已经决定就去看看 那我们就先去这个铁盔甲的洞口吧 这是跳方块 完全难不倒我的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大风扇 直接就吹上来 这里的跳方块确实有点意思 过来了 不知道下一关会有什么东西 这上面原来有一个铁轨 还有箱子拿上矿车和开关 我们坐着矿车 沿着铁轨去看看吧 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着我 呃原来就是少走一段路 从这里跳下去吧 到起点啊 用开关打开铁门吧 里面的有几个箱子 是枪支和弹药 全部拿上吧 里面有一个怪物 干掉它吧 只要干掉它 应该就算是过关了 还好有枪 要不然我还真的不一定能够打赢它 总算是干掉了 这里有好多铁钉 随便拿一些就行了 还有一个箱子 原来铁灰甲洞口里 真的是铁灰甲 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去TNT灰甲洞口吧 一进来就遇到一架红色的飞行器 看来要坐着它飞过去 这倒是很简单 因为只要从红色的洞口里穿过去 反正没有多少的危险 很轻松就过来了 箱子里是一把弓箭 应该是射那个开关吧 射中了 哇 爆炸了 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怪物 看来它就是这一关的boss了 还好我第一关选的是铁盔甲洞口 要不然我是得不到武器的 轻松干掉了 这个箱子里只有TNT盔甲 然后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回去吧 好了 出来了 这一次我们该去哪个关卡呢 这个铁盐盔甲洞口怎么样 你去看看吧 嗯 这里面是一个死糊涂吗 过去 吓我一跳 原来这里是一个升降梯啊 不知道上面会有什么东西 看到了一个足球 看样子得把足球踢到门框里面 这个倒是简单 没想到踢到门框里面后 天上还会放烟花 有点意思 进去吧 这怎么过去啊 先看看箱子里的东西吧 原来里面有翘翅和烟花 直接飞过去吧 或许失误了 好了 我们又来了 这次你小心一些 或许 好快啊 直接摔死了 我今天就不信了 总算是过来 虽然摔掉了很多的血量 这里面有一个大型的小白 用AK突出了它 在我的AK面前 这些怪物简直不堪一击 这里面竟然真的有鸡盐盔甲 这个盔甲 应该比钻石盔甲 还要更加的厉害 哇 我穿上以后 竟然会增加基础血量 简直太棒了 接下来 我们该去哪个洞口呢 黄金盔甲吧 里面说不定会有很多的金砖 要是可以弄到金砖的话 也挺好的 过去 这么多激光 虽然看起来有很多 但是还挺简单的 因为激光的间隙很大 等轻松就过来了 金库里面是个大型变异狐狸怕 干掉它吧 这些怪物完全对我造成 那边就有没有 练习家装 这些怪物 都不定会有很多 对我让我们来说 那边的描述 这些怪物 是什么鬼 有这些怪物 那边是什么鬼 呢 不然然这些怪物 是什么鬼 那边 我可以带上去 这些怪物 有什么鬼 那边 就像你 那边 我可以带上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